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云的港底斯的诱惑 大家看了吗 都看了啊 都看了这个港底斯山 这个 这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在座的有没有去过西战呢 都没去过 哦 看着你们是好孩子啊 都没去过 西战 这个港底斯山是一个神山 是吧 我这里有从 我对这个山其实我也没去过 所以我也是好孩子 那么 因为我也没去过 所以我只能是从这个网络上 网上这个下载的 关于它的介绍 这个是 但是我发现网络上的介绍也不可靠 它这里说海拔6656公尺 但是有另一个地方说是7095尺 是它的最高峰 所以我因为不是学地理的 这点我也拿遍主意 哪一个更准确 那么它有一个高峰 叫港人齐波峰 是吧 它是它的最高峰 那么非认为是神山 所以西战认为了 落着那里走一圈 就能够洗涤掉你的罪恶 是吧 落着那走十圈 是吧 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圣人 如果是落着那走了一百圈 你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这个 那么大家会记得那个《苍阳加措》的诗吗 是吧 那一年我翻动所有的经卷 不是为了超度 而是为了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刻长头 与山路 不是为了什么 朝劲 而是为了触摸你的体温 是吧 还有那一年我转山 是不是就转这个山 是吧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不是为了转世 而是为了在路上与你相遇 这是一个喇嘛写的诗 这写的非常的感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指甲铃四山 大概这个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里有它的图片 据说是很漂亮 它是因为突然间从地上 高原上再隆起的 就是说它海拔 它八地而起的那种气势呢 非常的这样一个惊人 那么这是远处看的这个山的山峰 神山 所以这个 马原说这个港底斯的诱惑 大概是指这个山的那种非常神奇的 神秘的 令人向往的那种东西 那么港底斯的诱惑 好了 同学们看过 这里我请一个同学来谈一谈 我觉得它的叙事 以叙事主题 就是主角 它的变化非常丰富 而且它是应该说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物资上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全能的叙事者的神像 来描述整个故事 然后把这三个 就是没有关系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它从这种 就是觉得有点无所谨的关系中 反而能反映出一种 就是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吧 然后能把这个 就是在这个山外附近发生的这种 奇异的景象吧 然后和一种宗教的神秘感 我觉得也在一起吧 好 这位同学他提到一个全能的叙事者 全知的叙事者 或者呢 他有很多的东西在遗漏 在锻炼 在分离 所以就说我们其实在理论上去讨论这么一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特别准确 或者说特别明确 以及能够达到大家都承认的那种说法 就到底什么叫全知全能的说法 就是到底什么是非全知全能的叙述人 那么你认为即使这个小说中也有全知全能的这样一个作者出现 是吧 我就是那个叫做马云的汉人 所以这个问题你倒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法 我相信你是从你的阅读经验出发的 不是从理论出发的 所以就说这样一种小说 马云的小说 我就是那个叫做马云的汉人 当然这个小说里面没有出现 就是叙述人 像这个陆高啊 姚亮啊 那么这样的叙述人 他是不是也可以是全知全能的 他倒提出一个问题 他是从他的阅读经验出发的 那么他认为这样一个破碎的一种叙述 有三个故事 分裂的故事 反倒显示出一种神秘感 就是一种生活生存生命 有一种不可知的东西 他们是混杂在一起的 是吧 是以这种方式来写 那么几年前 有一次听这个米勒 就是He is mirror 大家知道耶鲁四君子 我们以后考研究生的时候 经常会考耶鲁四君子 那么哪耶鲁四君子 那个灵品搬着指头在算 你跟他说一下 耶鲁四君子 哈罗德布鲁四君子 哈罗德布鲁摹 保罗德曼 乔罗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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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的性格有整体性 那么叙述有整体性 但是他直到他读了这个解构主义之后 他发现破碎的东西同样有力量 这解构主义呢 他是以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 霍普勤斯大学发表的一个演讲 就人文科学的这个游戏 人文科学的符号游戏与话语 那么这个德里达的这个宣讲 那么其实在美国 这个保罗德曼他也做了修辞性的阅读 他本身呢就具有一种解构的一种意向 所以叶子米拉后来说 解构不是别的 解构就是修辞 就是他认为这种破碎的东西 不是完整的东西 他本身有一种力量 那么在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小说中 你像甘利斯的诱惑这样 他就会被认为在艺术上是乱七八糟的 是吧 不成系统 不成整体 所以他开始发表很困难 找了好几个地方都被退稿 后来是韩绍公编的一本什么 刊物 说准备用它 那个刊物可能编了一年也就倒掉了 所以现在文学史上我们也不太 也没有留下来 他就说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有点可惜 所以推荐给上海文学 所以85年第二期的上海文学才发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80年代中国的小说 它是发生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把它叫做向内转 什么叫做向内转 这样一个艺术的变革呢 就是我们过去的我们的文学 要反映外部现实 是一个客观的现实 我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人 我能够叙述外部的世界 所以你看这个太阳照到三干河上 暴风周围 是吧 从外部一直进去 进到一个村庄 然后这个故事起源 发展 高潮 结局 高潮 就是斗争这个钱文贵 发展就是启发农民起来革命 是吧 农民的仇恨 对地主纪恨 散发起来 斗争的钱文贵 然后土改 工作完成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个 我们过去写文章 叫你们 老师教你们 我们八股文 起沉转合 是吧 文章什么 要什么虎头 蛇尾 那不行 虎头要豹尾 是吧 什么猪肚 是吧 等等 但是在解构主义的 这样一个叙述当中呢 这套观念被颠覆了 是吧 在后现代的小说中 他故意去嘲弄这些东西 他故意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拼贴进去 不相干的东西搅进去 你根本也看不出这个小说 他也没有虎头 是吧 也没有包围 是吧 你不知道他肚子在哪里 是吧 就是 我们过去看这个小说 中间要丰满 要饱满 是吧 这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 那么这里跟你 跟大家说一个故事 就是 原来我们跳舞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同学 到武昌上 他看见有一个数学系的女孩 最后漂亮的女孩 都被人家请完了 我们那个年代生活非常枯燥 唯一的娱乐就是 去武昌跳舞 能够请女生和女同学接触 这个 这个 漂亮的女同学 一下被她请了 那么剩下一两个 比较困难的 那么这个同学呢 她就 就实在没有办法 她也走过去 就请这个 起来跳 起来跳呢 她觉得自己很不甘愿 自己苦苦的 等了很久 结果请她跳 她就说 因为这个女同学比较胖 其实是 规模比较大一些 比较胖 她就问她 你这个 她说 腰在哪里 她问这个女同学 你这个腰在哪里 因为跳舞一只手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跳舞 一只手抓了手 一只手扶着腰 她就问她 腰在哪里 结果这个女同学 一下很光火了 是吧 这对她很不尊重 是吧 问她腰在哪里 她就 杨秋帅 等于 여기 叉嘴 打了她 你把插 整个武藏 就轰动 那个年代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她的缺乏幽默感 就像大家说的 本来像现在 我们在 你们过去写文章 有诸肚 你知道腰在哪里 这个文章 是吧 开头 结尾 腰 这完整的现实主义的叙述 但是现在出现这个后现代 她这个腰找不到 是吧 腰找不到 其实呢 腰找不到什么呢 这恰恰的对后现代人文学 它可以有一种幽默的方式 后现代批评有幽默的方式 比如这个女孩子就是说 不应该打她一把掌 打她一把掌 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对抗 她就发生悲剧性 她就发生悲剧性的事件 整个武场就乱成一团了 是吧 这个后果就变成一个悲剧 所以它是一个现代现实主义的叙事 现代性的叙事 她应该有幽默感 她说她们的腰在哪里 她说那你自己找吧 她说你自己找 大家觉得这是不是就后现代了 是吧 这个很好 你让她自己找 你找吗 你浑身上下 你找到哪是腰 你说哪是腰就是腰 那么后现代的作品 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 马云的这个小说 你说腰在哪里 哪一个是要害 哪一个是要害部位 你可以随便去提取一个东西 提取一个东西 那么我 这个暑假 这个暑假写的 连续写了几篇的文章 写了几篇文章 我写了一个叫做 刘润云的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 那么我怎么去找她的要点 比如说我这个用她 这个哭善 喊善 这个在小说中 既不是头也不是尾 也不是腰 是吧 但是我本来看着一个要害的东西 你看它完全是一个 无关紧要的细节 无关紧要的细节 但是呢 我把它作为腰来处理 一下就把它掐住了 是吧 一下就把它掐住 就是喊善 那比如说这个我读这个假写完的琴枪 一本那么厚的小说 几十万字 是吧 我要读什么 我要读她的阉歌 其实她就是其中一个少年隐身 她把自己的一个东西切掉 我觉得这个小说要从这里开始读 是吧 要从这里进入 就是我不再是 我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方式去读这个作品 而是抓住她的某一个细节 某一个方式去撬动这个文本 是吧 撬动这个文本 使它分裂 我们也不再追求它本身是一个完整性 不再把它看着一个完整性 是在过去的传统的作品当中呢 我们判断小说也好 判断文章也好 我们都是觉得它结构要完整 是吧 你们老师跟你们这个 你们读读这个在中学 你们老师给你们上课 是吧 都是主题鲜明 结构完整 是吧 都这一套语言流畅 那不 那么德里达的他一直耿耿以怀疑 就是说他后来写的文章 人家还读得懂 他觉得这浪达非常沮丧 他写的那种明信片 就他完全就几个句子 然后也没有关联 是吧 你也搞不清楚那个意思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好 这个东西才达到他的一种理想 所以就是说 后现代的这样一个小说 这样一个对于文学的理解 当然有些人非常激进 非常极端 像德里达非常极端 是吧 那么你可以说这个马云 他在写拉萨河的女生 刚才是幽默 他很极端 所以80年代中期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小说 他接受这种观念 已经超出一个现代主义了 所以这些 他已经要从后现代的观念 去理解他 他追究的是这种破碎 不完整性 神秘感 不可知的东西 他几乎你这个主题很难归结 你可以归结 当然你可以归结 但是他有 他是无解的 他没有一个确定的所解 那作者本身也死亡了 作者自己也不知道他写什么 你就问马云他写什么 甘利斯又有什么意思 你叫他说得清楚吗 他自己也说得清楚 作者也不再是 自己文本的权威者了 所以他会以这种极端的方式 三个 是吧 我们说 当然我们可以归结出 大体三个小说 三个故事 是吧 还有一个 我们同学现在读到大学了 你们在中学的一些说法 现在要改变 你们我听 直到读到研究生有时候 同学我叫他 他说这篇文章如何如何 这是小说 小说就小说 散文就散文 诗课就诗课 他都说这文章 这个你们在读中学的时候 都说文章 老师跟你说这都文章 什么都文章 当然文章也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以更加专业化的方式 来叙述你的对象 这是小说 就这篇小说 这是一篇中篇小说 当然中篇一说到这里 中篇小说 这个话分也不一定正确 好 这里说了三个故事 是吧 一个故事呢 就是 姚亮和陆高 他们要去看天葬 是吧 那么这里出现一个 我上次说过 有一个西藏的姑娘 很白的姑娘 是吧 结果他死了 看天葬 是不是担心会看到他 然后有一个穷步 猎雄的故事 是吧 还有一个顿珠和顿月的故事 是吧 顿珠和顿月的故事 顿珠呢 是哥哥 顿月是弟弟 是吧 弟弟去当兵 当兵呢 其实呢 他五六年没有回来 是吧 但是家里收到他寄来的钱 其实是他第二年就死了 是吧 那这个顿月呢 在去当兵之前呢 和村子里的这个尼玛 尼姆 尼姆 和他这样一个产生了爱情 是吧 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 他这个顿珠呢 他出去放羊 有一天这个羊群就消失了 但是呢 他会唱歌上王传 是吧 就得到这种神奇 虽然他就 都是要写出这种非常神秘的 奇怪的 这种东西 那么据说 这个西藏是有很多 这种神奇的东西 是吧 就是你到了那里 人也会变得神神道道 这个可能是这样 你要是不神奇 你就没有去过西藏 所以这个小说呢 我觉得大家要理解它呢 要放在我们八十年代中期之后 中国当代的文学 向内转 转向形式 因为意识形态的这种 背景是意识形态不讨论了 是吧 那么然后 文学不再能去表现改革的 那种复杂的情况 文学本身的创新的要求 也希望文学 再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 进一步往前走 但是呢 出现了马云这种小说 而马云那种小说 和他本身 1982年到西藏的 那种经验 是一起在一起的 但是呢 那种小说呢 是